老太师尚书讨伐伤军罪状 尚大夫你要看仔细喽 小人行进 卑劣之勇 苟了二十年 老干龙这边刚复出 就公然攻击商鞅谋反 而他的理由是 在商鞅封地出现了一支神秘部队 而这支部队竟然可以不听国军兵符号令 新军营寺坐不住了 他立即召来尚大夫警监 无中成有 哦 是否可以说 尚大夫并不知道这件事 招来商君 片刻可以清除 景监急了 从个人情感上 他当然不相信商鞅会谋反 但老干龙感冒杀头的风险 来挑战万民景仰的商鞅 一时倒让景监吃不准了 商君在哪儿啊 禀包上大夫 商君昨日出行 没有回复 景监更困惑了 极度敏感的时刻 商鞅竟然神秘地消失了 情急之下呀 他只好找到同管秦国兵马的国卫车鹰 先说 这支兵马 你这个国卫知道吗 不知道 怪呀 我揣摩 商君也未必知道 为了保护商鞅 车鹰立即进攻向国军请命 陈景军上刺成兵符 将这支军马调出关中 可是举发人说 这支助军不受兵符的调请 奸人无信 秦法荡荡 哪有不负国军兵符的秦军 车鹰的策略是在职责范围内 自己人查自己人 尽快澄清真相 以免给老干龙等人继续做文章的机会 但老干龙见缝插针的速度 那叫一个快 车鹰前脚刚走 掌使就报国军 老干龙这次来啊 目的很直接 他表示 商鞅私钓 商男大军 意图不明 必须立即补拿 不仅如此 他还带来了一个重量级的证人 蒙面人抬头一瞬间 迎四惊住了 果然被龚伯迎前说中了 蒙面人这声音 这眼神 这身段 不就是我当年的小学老师公孙谷吗 看来这公孙老师从流放地逃兴回来 是跟刚老师组团来搞事情了 张氏 怒血正言 毕事情 电光火石之间 甘龙紧绷的菊花终于松弛了 迎四之所以选择不戳破蒙面人的身份 再次说明了他的稳重 他要看看甘龙和这个蒙面人 究竟想如何拆掉商鞅这根栋梁 这是一项重要指控 迎四警告他 若正言有虚 按秦法当死罪 蒙面人的态度斩钉截铁 老甘龙呢 更加迫不及待了 军上 不拿商鞅 秦法何在呀 迎四敢拿商鞅吗 但不拿商鞅 甘龙这老头子 前天鸣鼓 昨儿个举报 今儿个搞事 鬼知道这个老农包 明儿个带着付出者联盟 又搞什么幺蛾子呢 思来想去啊 迎四只好顺水推舟 但口吻很微妙 也可 不过不是秦拿 而是请回商君 诚情真相 老甘龙本想欺负欺负迎四这个年轻人 但他没想到这小伙子比他爹秦孝公还稳 好 只要商鞅 不逃出秦国 行啊 小年轻 咬文嚼字 比我玩的还溜 别虚屌了 你再磕这磨叽 商鞅就跑了 商鞅跑了吗 还真没跑 谁也想不到 秦孝公在临死之前 竟给商鞅留了一支军队和一道密照 不够军风 唯够上去号令 这道密照是秦孝公留给公主的 并且嘱咐他 如果秦国有变 立即将密照交给商鞅 大秦国老士族官复原职 倾巢而出 公主觉察出秦室危急 就拿出了这道密照 但商鞅却不要这道护身符 不能以这种方式护法 新军必须撤出商 回归秦军大营 虽然如此 但新军的将领们 坚挺商鞅 绝不退让 我不将士 全是奴隶子弟 人人从变法中得绝显贵 家家在变法中 富庶翻身 凭折 新军将士 绝不让老士族的野心得逞 救救老秦 共共活难 新军将士结成拥戴 但商鞅却力声呵斥 护国护法 养绝对与诸位同心 可如何才是真正的护法 我们大军开出 直接剿灭老士族 是一个办法 我们从容安排 等老士族真搞事情了 我们再拿起法律的武器 将他们一网打尽 也是一个办法 问题是 我们真要打起来了 秦国就乱了 秦国一乱 老士族高兴了 六国得逞了 秦国二十年变法 烟消云散了 秦人力乱了 秦国灭亡了 固然保住商鞅的权力性命 有何用 这是先军秘书 令人复之一举 夫君 不能 不能少王 没了证据 说不清 不要说得清 在营玉的泪光中 商鞅的护身符 化成了灰烬 新军将士 在商鞅的命令下 开出谷地 与前来勘察的国伟车鹰 完成了交接 一场本可能引发的 激烈内斗 被巧妙的消失于无形 但公主的小宇宙 却彻底爆发了 你给我听好了 这是先军的临终密照 交给上军的护发兵吗 姑母 你要是能拿出这个密照来 知道还有什么说的呢 怎么 你不信 营玉对这个大侄子 一向宠爱 却想不到他离开十多年 心机会变得如此之深 顿时心中又气又急 满脸仗红 你应该明白 你功夫用心何在 若你向士族复辟屈膝脱鞋 这只兵马 就是商君平乱 静难 维护心法的铁军 也是废除你 赢似的铁军 一股良意涌上赢似的心头 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 功夫相信商鞅 竟超过了相信自己 即使再深的君臣情义 能至于把这样颠倒 乾坤的权力 交给商鞅吗 赢似是眼看着功夫 叮嘱商鞅的 虽然当时很惊讶 但赢似并没有 认真对待这件事 他以为功夫这样叮嘱 不过是为了打消商鞅 有可能滋生的野心 让商鞅更加忠诚的辅佐自己 权谋而已 何须当真呢 可是今日看来 绝非如此 功夫当真是彻底的相信商鞅 认为只有商鞅的铁腕一致 能维护心法 能稳定的推进秦国大业 赢似的内心有些悲凉 功夫终究是没有完全相信自己 这一点甚至连商鞅 对自己的信任也不如 想到这里啊 赢似心中一闪 功夫还有没有 其他秘密守令牵制自己呢 所以有个问题 他必须要问公主 姑母 之而我还是想问 商鞅为什么没有和你一起回来 赢似 你给我听好 商鞅 商鞅他猫反去了 商鞅为什么没回来 是因为他和赢似有一样的顾虑 担心孝公给商鞅峻守 也留了一命诏书 于是呢 为了消除隐患 他带着京南飞马向南 而在途中 他却遭到了咸阳令王室的疯狂劝阻 商鞅 你真的要束手待毙吗 王室想不通 先军有一命 将士怨护法 国人有拥戴 商鞅为何还主动交出商南大军呢 为何还在老士族清朝而出后 选择不闻不问呢 以商军的威望 商军的能力 只要他振臂一呼 提兵入朝 废军自立 定然万众响应 这样有错吗 大错 商鞅将国情评判的如此脆弱 仿佛四面八方都潜藏着危机 这是王室不能接受的 在他看来 新军准许老士族付出 就是针对商鞅 针对变法 但商鞅再次博斥他 商鞅最后嘱咐王室 咸阳是命脉之地 一刻也不许离开 但商鞅还是低估了一个人 他就是新军赢四 因为赢四已经决定两任一面 一任对士族 一任对商鞅 他决心由自己来铲除复辟势力 为此他就要彻底摆脱商鞅的班底 重新组建自己的班底 于是呢 商鞅寄希望辅佐赢四的车鹰王室等重点人物 被短期内调离咸阳 这是五千兵府 交给公伯 明白 最终赢四把咸阳城防 身家性命全部押给了赢钱 而在商鞅 商鞅终于费尽唇舌 从郡守处理鸡嘴里 撬出了孝公一命 本宫应去量特殊 着商鞅郡守处理鸡 立即建造商军封印 此后 无论商军为官为民 此封印 均属商军横产 国府不得夺之 这是孝公对商鞅最后的保护 但商鞅必须再次拆除这爱的负担 而此刻的商鞅 各级县令 山明在听到老师族付出的消息后 纷纷涌到商鞅 请命保护商鞅 一面是国人拥戴 一面是士族紧逼 处在风暴中心的商鞅 会如何抉择 试图掌控秦国 掌控自己命运的赢四 又将如何应对双方 这凶猛的拼搏时刻 这个我们下期再聊 关注我看最精彩的 大秦帝国解说